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时隔一个星期我们又回到了槟城 但是今天我们试驾的这一台车呢 虽然讲也是 Proton 旗下的一款车 但是就不是 Smart 了 大家看到就知道它是 Proton S70 其实呢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试驾这一台车 我对这台车的感触还是蛮大的 因为我觉得这一台车是 Proton 近几年推出的车款里面最成熟的那一款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过很多试驾影片的 但是我的影片会给你分享一点不同的看法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先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然后把影片看完你就会得到我对它的意见啦 那么首先很多人对这个 Proton S70 的看法就是它很老 其实对我而言呢 我觉得这台车设计其实还蛮卖看一下的 因为可能我的年纪大概三十多岁 对啊 我对于这样子类型的外观设计我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可能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 它有点太过于成熟 可是给我的话 它给我的感觉就像 Honda Civic F1 一样成熟 耐看 这个线条也非常的优雅 然后另外呢 也有很多的中国网友跟我讲的 其实马来西亚版的这个 S70 也就是吉利地豪呢 它的这个中网设计会比起中国版本的好看 因为中国版本是一个直撲式的设计 而马来西亚版本则是一个点撞式的设计 配上一个非常威武的老虎头 然后在剩下的细节点部分呢 它的 LED 灯其实都是一样的 但是 因为这个水箱护照的关系 弄到它的前脸非常的饱满 然后呢 Proton 官方表示这一台是一台 C Segment 的 Sedan 车型 可是我个人觉得呢 它跟 C Segment 可能还有点距离啦 因为在车身尺码的部分 其实它并没有比目前市场上的 C Segment 例如讲 Mazda 3, Corolla Altis 或者是 Honda Seavit FE 那样大 它的轴距只有 2627mm 如果是 Almera 跟 Vios 呢 它们的轴距已经达到了 2620mm 然后 Honda City 也有 2600mm 所以其实它跟 B Segment 的这一个差距并不是太大 所以给我的话 我会觉得它是一台 B Plus Segment 而且它的空间表现其实也还 OK 啦 它的空间表现就跟 B Segment 的空间完 Honda City 差不多 OK 那么还有一个点我很喜欢就是它的车后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它的车尾灯设计 这个车尾计的部分呢 是我个人最喜欢这个 Proton S70 的地方 它让我有一种感觉很像以前 Proton 在 2012 年推出的 C Segment 那个 Proton Private 一样 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 它的车尾线条真的是非常的类似 但是很明显的这个 S70 就会比较现代化一点啦 尤其是它采用了这个连贯式尾灯的设计 这个连贯式尾灯呢 在点亮的时候呢 它的视觉效果真的是很好看的 尤其是在晚上 因为你不管是开锁还是关锁呢 它都会有一个动画 非常的炫目 而且因为我们今天试驾的是 Freshit X 的版本 所以它是有这个空力套件的 这个空力套件加上这个轻色呢 我是觉得这辆车真的很独特啦 而且它确实会给你一种它比较高大上的感觉 它并不像 V Segment 的设计比较简约 它有一点线条在 然后凸显它的肌肉感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Proton S70 配备的轮圈是 17 寸的 然后原厂来的是 Guitia 的轮胎 这个轮胎的这个隔音表现 我觉得是步步动动 抓地力还好 如果你想要一个更为宁静的移动过程的话 我会建议你去换轮胎 然后还有一点要提醒各位呢 这个连贯式尾灯只有 Premium 跟 Freshit 的版本才有 如果你是买到 Executives 的版本呢 是不会有这一个连贯式尾灯的设计的 不过还是很好看一下啦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车尾箱 OK啦 这个车尾箱我就觉得它有这个 C Segment 的水准 因为你打开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深度表现其实还 OK 的 如果讲解你是以一个家庭为出发点的话 这个行李箱如果放你一家人的行李 我相信问题不大啦 开口的高度也不是很高 然后这个平整性也很好 打开之后它有一个 Spare Daya 不过是铁 Rim 的 不是 Full Size 所以这样子的规格呢 我觉得这一辆车以一个顶配 9 万5 的价格 还是可以考虑的啦 这一个呢 就是 Proton S70 的引擎啦 其实这个引擎是没有什么惊喜的 因为我们在这一个 Proton S50 的 Premium Executive 跟 Standard 版本都可以看到 它是一台 1.5 公升的 MPI Turbo Engine 而且要告诉大家的是哦 如果是在中国的第四代吉利 地豪呢 其实是没有这个涡轮增压版本的 它们只有自然进去版本 所以这一个呢 是专属马来西亚市场的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 148 HP 风质率表现 226 Nm 匹配 7 速的 14 双离合器变速箱 动力的表现大概是中规中矩啦 之前有人试过呢 就是它的实际 0-100 加速大概是 9.6 秒左右 我觉得这个动力数据还是不错的 但是相比起它的动力表现呢 我觉得它的油耗是更为值得称赞的 因为这一次 Proton 终于做出了一台油耗还不错的车子 这个在等下试驾的环节我们会讲到 不过呢 这个引擎是个三缸引擎 你讲它会抖动嘛 如果你是打开引擎盖看它啊 抖动确实会有 但是实际开车感受不大啦 我就是不是一个泰排 43 缸引擎人 所以这个引擎给我 我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在这个内装的部分呢 我只可以讲如果 Proton 的车今天是一缸没有质感的车的话 那么应该不会有人去买它了 这辆车在这个同价位的车款里面 它的质感表现真的是最好的 在之前我的这个新车介绍的影片 我有讲到它这个软质塑胶是很好摸的 就算今天隔了那么久 我再看回这辆车的内装设计 我还是觉得很心旷神移一下 很好摸 然后这边有个手机的无线充电机座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充电机座没有什么用处啦 因为 有时候你的电话放在这边 你稍微有一点移动的话 那个电话就充不到电了 还不如直接连接这个 USB 来的方便 这个手机的无线充电机座 有时候真的是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可以帮你手机充一下电而已 然后这个是Fresh UX 的版本 所以它上面有个小天窗 这个天窗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是用处不大 不过这一个阅读灯我就很喜欢 这个阅读灯好 ATTAS 的感觉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蛮多人会喜欢的 然后还有点比较可惜的是 就是这个车是没有氛围灯设计的啦 我一直以为 Proton 会坐那个先吃螃蟹的人 因为目前在这个价位的车子里面有氛围灯的 真的是很少 那么接下来这个内装有什么会让我惊喜的地方吗 其实还是蛮多的 首先就是这个触屏主机 我知道很多人会吐槽这个 Proton X70 或者 Proton X50 的这个主机很lag又不好用 可是这个主机因为它升级的硬件 现在它的这个记忆体是6加64 它的 RAM 是6GB 然后它的 ROM 是64GB 所以其实反应还是OK的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动作啊 大太阳底下它的散热效果也做得很好 它蛮流畅的 然后它有内建这个 Map 它的 Map 是这个以前 Nokia 开发的 Map 然后后来 Nokia 把这个 Map 的版权卖给 Forceway 各种汽车公司 这个 Map 叫做 Hill 实际上这个 Map 它跟 Google Map 跟 Waze 一样 它也可以显示一些实时的交通资讯 然后对比之前的 Baidu Map 的话 这个 Map 其实它也是蛮好用的 我个人觉得 但是你从 Waze 跟 Google 换过去的话 你要一个适应期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 Waze 或者是 Google Map 的话 我在这边跟大家透露一点消息的 就是 Proton 的车款很快就会更新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如果没有错的话 Apple CarPlay 会先有 在什么时候我就暂时不清楚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今年内我们一定会看到 Proton 的车子会有 Apple CarPlay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个地图 在你有时候它会指示你 可能你 OK 你前方 200 米 你要转左之后 它这边会有一个小 Map 给你知道你应该转弯了 然后就算在这个全数位化仪表的上面呢 它也是会有一个指示给你知道你应该转弯了 而且呢 这一个 12.3 吋的出平主机 还有这个全数位化仪表是中国版本所没有的 马来西亚版本还是比较 High Spec 一点的 然后另外这辆车还有一个中国版本所没有的东西 就是它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这辆车配备了跟 Proton 以往的车款一样的 Level 2 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包括这个 ACC 有 Swap Angle 的功能 转进光阵自动调节 车道维持系统 360 镜头等等等等 它的 360 镜头很轻 不过呢 它的 ATTAS 系统是没有雷达的 它是通过在这边上面的这一个镜头来进行侦测 晚上跟下雨天的话 它侦测精准度可能会下降一点点 但是 好处就是如果今天你的这个雷达坏掉的话 你的维修成本不会这样高啦 因为像之前这个 Proton X70 和 Proton X50 很多人都公布讲 就是它的那个雷达坏了要 3000 多块 4000 多块 很多人都不大汉 OK 接下来我们就讲其他的细节部分了 它的置物空间表现我还是满意的 因为大家如果常看我的影片呢 都会知道我对于这个置物空间是很在意的 它这边有一个置物格就很像 Honda City 一样 然后这边有置物格 杯架 然后中央扶手 置物格很足够 而且重点是这个排档杆的下面 还有一个可以放 bag 的地方 像我有时候我会拿一个手 bag 所以 其实还蛮适合的 不过呢 在舒适性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座椅的发泡面会有一点硬 我做了不是那么的舒服 然后它的支撑性我觉得也不是太足够啦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已经试驾这辆车 或者是已经拿到这辆车了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还有一点我要重点称赞的是 你不要看这个萤幕这样大 但是还是保留了实体按键 这种冷气的控制呢 基本上你在这边都做得到 我不需要去按这个萤幕我才可以控制冷气 所以这一点好评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保留一点实体按键 尤其是冷气中你一上车就会要开的 不然的话真的是超级不方便 那么我刚才有讲到就是这辆车的空间表现 我觉得它不像一台C Segment 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后面的这个脚铺空间啦 前面这个是我的标准摄置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腿部空间 其实因为它有一个挖孔 大概是有一个圈头 可是这样的空间表现我觉得就中规中矩而已啦 差不多就是像V Segment的Honda City的Level而已 不过呢它后面有一个冷气出风口 下面有两个USB 一个是Type-C 一个是Type-A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它很不Proton的 就是它的这个冷气的温度 其实是比较没有那么冷啊 如果在大热天的情况下 它的冷却速度自冷速度 没有以前的Proton车关那么快 当然这一点可能是它考虑到这个 引擎的功率啊然后油耗等等等等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台国产车 它的Aircon系统可以再冷一点点 然后这个头部空间的表现 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这个头部空间我觉得还OK啦 大概还有四个指头 然后我坐下去因为它是白色的车艇 腰迫感并没有那么强 然后它旁边有一个三角镜 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个后座其实舒适度是可以啦 OK啦讲到Proton带涡轮的这个四门轿车呢 它上一台推出这样子的车型的时候 应该是在2012年的Proton Preway 然后Proton Preway是在大概2019或者是2020年的时候停产 所以当这个S710的消息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为它是这个Proton Replacement 虽然原厂一直讲它不是Proton Replacement 可是因为它们的定位它们的价钱它们的规格其实真的都很接近 所以我就拿它来跟Proton Preway做个对比 我相信在我们的读者里面会有很多的朋友是开过Proton Preway的 Proton Preway可能在它的这个Design没有这样好看 可能在它的品质没有这样好 但是有两点是大家不能否认的 第一点就是Proton Preway的安全性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第二点就是Proton Preway的操控表现 在当时跟日系的C segment甚至跟欧系的C segment相比 它都毫不逊色 那么在我们心目中这个Private Replacement 也就是这个S710它的表现怎么样 其实我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 以前的Proton是在做它们心目中最好的车 但是这些车消费者可能不是那么喜欢 但是对于这一个S710来讲 他们做到了大部分消费者都会喜欢的车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呢?首先就是这辆车 整体开起来是非常的友好的 我很喜欢这辆车的一点就是它的Suspension Tuning 以前的Proton都是主打操控表现 所以难免在它们的悬吊设定上面 会有一点点的弹跳可能会影响到舒适性 可是这一个S710呢 它在操控跟舒适性的中间它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尤其是今天是我第一次开这台车 我会真的喜欢它的Suspension Tuning 就是很像现在我们在这个冰围大桥这边 经过那个连接口的时候呢 它那个震动它是会被吸收到很干净的 并不会影响到车内成分的舒适性 或者驾驶者的舒适性 做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引擎的动力跟变速箱 它的变速箱跟引擎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啦 就是这个1.5公升的MPI Turbo Engine加7速的14双离合器变速箱 然后它的变速箱Tuning 如果你是以一个运动化的角度去看它的话 这个变速箱其实会很懒惰 它不大想换挡 很像自排版的Smooth 可是当你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的话 尤其是你开过以前Ford Volkswagen或者Ford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你会发现这个变速箱的调校其实很好 因为它丝毫没有顿挫感 以前的DCT让人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蹲挫感 但是这一个它竟然没有蹲挫感 而且开起来还蛮舒服的 这一点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地方 当然这辆车也是有驾驶模式可以切换 它的驾驶模式包括了这个Eco Comfort跟Sport 在Sport模式下你就会感觉到它是一辆Turbo车 可是在Eco Comfort的模式下面你驾它的话 它会很像一个大排气量的自然进行引擎 开起来的感觉其实还蛮Smooth的 还蛮适合作为家庭车的 至于它的操控表现的部分 这一点如果去跟它同价位或者是接近的这个日系车相比的话 它的操控表现基本上呢 不是讲操控表现啦 就整体包括它的悬调包括它的底盘包括它的steering 它会比这个Vios跟Almera好不少 但是它去跟City做对比的话呢 它可能拉不开那么大的距离 它会稍微比City好一些 但是距离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 不过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讲它不好 其实以它来讲它的整体表现是非常的好得了的 以它的价位来讲它有这样的表现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我可以买单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辆车在中国其实它是一个入门的车型 消费者买它其实买的只是它的耐用 然后它的这个简单而已 可是来到马来西亚之后 他们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调整 让它有一个不错的操控 然后不错的suspension表现 然后还有很好的引擎动力 这一点我觉得是不错啦 然后它还有一个加分点 就是它的引擎隔音跟低盘隔音表现是真的很好 刚才我们试到大概是120-130的时候 引擎的声浪是真的小 尤其是你的RPM在三四千的时候 你基本上根本不会听到引擎的那一个运作的声音 这一点是要给赞的 还有一点就是它在高速的时候 因为它有气速嘛 你时速维持110的时候 它的引擎转速大概是2100-2200这样子 所以导致它整辆车其实是安静的 还有一点最后一点我要讲到的 就是这辆车的油耗表现 这个油耗表现我有点surprise 我刚才去查了这个S70的油缸大小 大概是70L左右啦 然后我们三个人轮流开 从Proton的Shark Alarm 总部 也就是COE 开到冰城来 现在刚刚过了冰尾大小 大概只用了半缸油多一点而已 我自己驾驶是属于比较斯文的类型啦 但是我车上的另外两个人 他们驾驶可能就比较凶一点 他们一直会去拉爬 可是这样子换来的油耗表现 它竟然只用了半缸多一点点 就到了冰尘 这个是我有surprise的 如果你今天开的是S50或是S70的话 这个你想都不用想 所以Proton其实有听到消费者的声音 就是Proton 就是大家都是一直投诉 就是Proton的车吃油 Proton的车吃油 这一次这个S70我不敢讲它很省油 但是最起码它的油耗 会是一个absentable的油耗 所以这两车你问我推不推荐呢 我以我的第一印象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整体还是不错的 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点要去加强 就是讲它的这个座椅的把泡棉比较硬 然后支撑性比较不够 然后后座可能会略小一点点 这个是我觉得它比较不足的这个缺点吧 就像我在之前新车介绍的时候讲的 Proton 在2016年9月推出的第三代的Saga 之后呢 它们已经有7年没有推出一款新的舌弹车型了 而这一款舌弹车型呢 会让人有惊喜 因为大家对Proton的印象就是 之前一直推出SUV 之前一直推出SUV 但是这款舌弹车型改变了它们的产品线 而且我个人认为 它们在吉利收购之后呢 它们推出的产品里面 这一款是最成熟的 因为很多的特点它都满足到马来西亚消费者的需求 然后Proton 也很有信心 这一款车会是今年推动它们销量上涨的最重要工程 其实整体试驾下来呢 这辆车它的操控表现不是第一名 它的舒适度不是第一名 但是它做到了均能 就好像以前的Toyota 这样 以前的Toyota 大家讲它没有个性啊 不好驾啊 Handring 不好 没有力 可是呢它们却满足了市场上大部分 90% 的消费者所对于车子要的东西 它们可以满足到这个需求 而现在这个Proton S70 也做到了这一点 我会特别称赞它们听到了消费者的声音 知道油耗很重要 所以这辆车的油缸 50L 尽量可以跑600多甚至到700 这一点是让我很惊喜的地方 所以Proton 终于做出了一款省油的车型 我觉得这样子讲你可能不信啦 但是建议你自己去试驾一下 可能你会对它改观 这台车我评价是很高的 剩下来的部分呢 如果是讲满分10分 7.5分它应该是拿得到的 你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的话 可以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然后在之后呢 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video 因为这一次我们是参加这个媒体试驾活动 所以其实时间也是有限啦 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 不过我相信我这个看法 应该可以帮助到很多正在考虑这辆车的朋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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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